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善夜道经》第十六年 经文第三号 神族庄严故 恒令身心清安快乐 这个句子 它是省略的 要完整地念这个文在第十四面 十四面道书第三号 龙王 主要言之 行十善道 再借着文 这就全了 行十善道 神族庄严故 恒令身心清安快乐 这个四神族 给诸位介绍了前面两条 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三条 从第三条讲起 第三是敬 敬就是精进 第四条是慧 是智慧 神族这个意思就是如意 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 常常祝福大家四四如意 这个四神族就是四四如意的意思 要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如意呢 前面把这个要领呢 跟诸位说过了 放下了就如意了 放下要记住 不是在四项上放下 四项上是在讲没有障碍 佛在华言上告诉我们 离四如爱 四四如爱 这是四实真相 那么障碍发生在哪里呢 障碍都是发生在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就没有不自在的了 中国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那么也许有人问 假如我不跟人争 在这个世间也无所求 那活得有什么意思呢 似乎人活在世间就要争 就要求 这个是西洋人的想法 这个想法是在讲误导众生 造成这个世间的无量的灾难 天灾难 天灾人祸啊 就是因为人争求赶来的苦报啊 圣人教导我们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争求要真的能得到 那是好事情 应该去争 应该去求啊 怎么争 怎么争 怎么求 也得不到 那你何必去争 何必去求呢 为什么得不到呢 你命里头没有嘛 主要知道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怎么去争 怎么去求 都是语言 语言 有语言 没有因 你们看看这个世间人 哪个不争啊 哪个不求啊 几个人求到了 几个人争到了 绝对不是说 一百个人争 一百个人都得到 一百个人求 一百个人也都得到 那这个真跟求有意义 这得提倡的 一百个人真得到的 可能只有一两个 一百个人求 能求得的 可能也只有一两个 那我们就说 那这是豁然率 这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因是过去深重重的 你求财富 你命里头有财 命里头有多少财 也是一定的 你想多得一点 得不到 你想少要一点 也不可能 该得多少啊 到时候自然献起 而且得到的 还有十届姻缘 有人年轻手发达了 有人中年发达了 有人晚年发达了 十届姻缘 各个人不一样 所以古德说了两句话了 说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都是讲的 四师真相 而在佛门里面 佛家常讲 佛师门中有求别 你们看看 廖畔四薰 云古禅思 对 原了凡 先生的一番 开始 那是圣人之道啊 何一说 有求必应呢 因为佛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师真相 你想求 如理如法的求 就一定能得到啊 我想得个瓜 你不去种瓜 天天在那里祷告求 天上会掉个瓜给你吃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佛怎么教你求呢 哦 你想得瓜了 教你种瓜 你觉得你才能得得到啊 你要求财富 那佛说 财富的因是什么呢 财富的因是财不实 你才会得财富啊 这一世当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啊 拥有亿万财富的人 他的财富从哪来着 过去生中啊 财不实的因呢 他不实的多 他不实的大 这个大是新量大 他不实的欢喜 他不实的自在 这一生发财啊 好像不操心 自自然然 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就这么回事情啊 过去生中 没有中阴 这一生 详尽方法 也得不到 无论用什么手段 都是万人 只是造罪业而已啊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不实是因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微不实是因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你就会自在了 就会如意了 把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不正当的方法 统统设计定 规规矩矩 如理如法的去求 众善因 一定的伤苦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知道 那么今天讲经 经是经经 不断的在进步啊 进步就自在 退步就傲丧啊 就起烦恼啊 进步就快乐啊 什么地方求进步呢 给诸位说 真经经 是心地的 亲近平等慈悲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 求进步 那么再告诉你 物质的受用 精神的受用 不必要求啊 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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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都在其中 这就是 佛家常说的 功德里面 有福德 福德里头啊 没有功德 有功德 那有没有福德的道理 所以佛菩萨叫我们 修集功德了 功 就是这样的做功夫 什么是功夫呢 放下是功夫 放下妄想分别之主 放下一切的不善 这是功啊 这是功啊 你所得到的 智慧 德能 受用 那是德 所以你修功 然后你自然就有德 不修功 妄想求德 是决定求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求进步 特别要 留意到 那个进步 叫金进 注重在金子 金是 唇而不咋了 我们是粗学 粗学 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从金进 你决定 不能成就 我们在经上看到 法身大司 他们的确 光学多文了 花音经上 我们看到 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 在文书会里面 文书菩萨会里面 是专进 那是粗学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 光学多文 到 皆定会 三学 完成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法身 圆教 出注菩萨 这个时候 五十三餐 光学多文 这明摆着教着我们的 没有到 破一瓶无名的程度 没有资格参许 没有资格 光学多文 你看四红寺院里面 说得多清楚 头一条叫你发愿 众生无便 寺院多 第二条叫你断烦恼 烦恼无尽寺院断 那个烦恼是 剑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也要破个几份 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 发门无量 学院学 摆得这么清楚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一开头 就要广学多文 颠倒了 所以 用尽了 心思 用尽了 经历 到后来 一丝无尘 这是不听 佛陀的教诲 最后 佛道无上 十月尘 善财 参方 普贤 菩萨 最后一参 参方 普贤菩萨 那个佛道怎么成的 普贤 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 极乐 无上 佛道 成就 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能够 一教风险 你说多可惜 所以要知道 金金 无尽 我们才得自在 这四条里面 都得神通 所以这个神族 也是神通 这个四条 是彻底 放下妄想 分别之处 神通 从哪里 自信 其用 后一条 灰 灰是 自信 般若 智慧 其用 心 不散乱 现在就是 弥陶经上 所讲的 夜心 不乱 心 不颠倒 四神族里的 会议 就是 心 不颠倒 四神族里面的 念呢 就是 夜心 不乱 这样 才得 大自在 这样 才能够 四四 如一 因为 这四条 能发 神通 所以叫 神族 族 是比较圆满的意思 我们 知道 这个道理 晓得 怎样 修法 凡夫 修行 最大的障碍 是 我法 而止 我止 造成了 烦恼 障 法 止 造成了 所知障 年中 障碍 是这么来的 所以佛教人 呢 头一个 要把我 这个 执着 舍掉 学掉 这个 执着 你才能 找到 真正的我 这个我 是佛经上 讲的 常乐 无尽 这个我 你才能 找到 这个是 真正的自己 禅宗里面 讲 父母 未生前 本来 灭 你才能 知道 如果你执着 这个身 是我 那个 真的我 你永远 找不到 这身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刹那 生命 谁了 假的 真的就 现前 一切 大臣 经教 教我们 这段 事情 所以 能够 一教 修行 修 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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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经上 告诉我们 恒令 身心 清安 快乐 这是受用的 我们希望 我们生活得很快乐 清安 是佛法修学 最初 正得的 境界 身心安 落 永离 烦恼 我们 反复 身体 粗重 什么原因 烦恼太多了 习气 太重了 得不到 清安 清安 当我们 自己 修学 功夫 得力 的时候 清安 的 境界 会 限制 但是 时间 很短 不能 保持 那么 我相信 有许多 同学 都有 这个 经验 特别是在 念佛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偶尔会有短暂的 感觉的身心清凉自在 如何能永远保持 那就是功夫 有人在念佛的时候 告诉我 他突然感觉 他身体 没有了 非常舒适 有人感觉 他身体 好像上半身 有下半身 没有了 这都是 清安的境界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这个时候 没有忘记 就是说 我们 离开了 妄想分别 执着 可是 刹那至今 他妄想分别 又起来了 起来了 这个境界 就没有了 这是 虽是很短暂 给我们证明 佛讲的这个境界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境界 是真实受用 人常住 在这个境界里面 头脑是清线的 对于世界 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现象 它的变化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白 所谓是当局 在你旁观的情 这种能力 我们就叫他做神徒 我们为什么看不清楚 我们在谜 他为什么能看得清楚 他在觉 他不能 所以这些觉悟的人 帮助我们 迷惑颠倒的人 教导我们 一定要求觉悟 求觉悟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依靠别人 靠自己 不需要常常求别人指点 自己比什么都清楚 这个多好 那要怎样呢 一定修思念初 思念初看不破 纯粹是智慧 修思真情 断悟修善 修思如意足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 欲自在 念自在 静自在 晖自在 这个大自在 确确实实 是可以正得的 那么什么时候正得 完全在个人 精进的 你真精进 你就早一天得到 你要是懈怠呢 那你就说晚一天得到 这个晚一天呢 这一天的时间很长 可能是来世 可能是后世 可能是无量节之后 你要不精进呢 就会堕落 一定要精进不写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完了这一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